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遮剪类的故事 给我们很重要的提示 所以人有财富 有富贵 是他修来的 而人有财富 靠机缘 靠机会 但是人要用财 用得对 用得呢 照顾自己 照顾后代 那就要靠智慧 所以 这个社简类的故事 大家可以回去 每一则都好好读一读 都很期盼 这两百一十一页里面 就有批到 几个例子 像两百一十页倒数第三行 斗鱼军 我们之前都读过他的诗集 三字经也提到他的风范 斗鱼山 由一方 焦无子 明居亚 而他是有福之人 他的后代五个孩子都当大官 但是家门家的家道很好 家无精欲之行 很艰朴 没有一大堆 这些精欲的俗事 衣脖之切 太太衣着了 也很朴实 不是穿得很豪华 而赖以全活者不可深属 因为他们家的救济帮助 而能够存活的家庭 太多太多了 斗鱼山西 他能懂得珍惜自己的福报 斗鱼山用 善于去用自己的福报 这里 210页的中间这里 是提到了 无福消瘦 是不可以享用 就是人还是不能赐持 然则将为守前而乎 就是当然也不要节俭到变成 所谓的既然守财 曰既既得以义乎而义 这个所谓的既得 能有更大的福啊 盖隔之所谓的既然守财 是节俭哦 非笔色之位也 就不是那种非常吝啬 不是这个意思的 因为笔色之既 一个人吝啬到几点呢 第一身舍难 大家注意去观察 你身边假如那个吝啬的不得了 挺有钱的 他很容易生败家子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吝啬到这种程度了 他的亲朋好友 社会有贫困 有劫难的时候 他也不肯帮忙 这个时候不止没有欺负 他还欺负 他见义不为 见识不求 这个叫积财伤斗 积累财富 把他的良心都盖住了 伤了他的后道 见识不求 当然是有伤后道 所以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样 必胜舍难 大家可以 自己从身边的亲朋好友 去观察一下 当然观察到了 明白就好 你不要到他面前 你看 你就是太定色了 才会生这种儿子 到时候 人家跟你过不去 别找我 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 是怎么样协助他 能够扩宽性量去行善 一行善 他的家道就能转 所以上书讲天作孽 有可为 只要心能转善 家跟自己的命运都能转善 但自作孽不可活 改掉这些恶习 那这个命运就会越来越快转 故有祖宗持租积持 这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他的祖宗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财富 而子孙尼撒用子 他就好像不把钱当钱 要回货 有一句话讲 成家有如针挑土 一个家族兴盛起来 都是祖先长辈 好像拿着针把土挑起来慢慢积 米兰话很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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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看现在那个新闻 一些大企业家的孩子 出去搞个什么 什么尝试 十亿 二十亿就没了 然后回来跟他爸说 爸 二十亿没了 再给我二十亿吧 钱不是他赚的 花的很不珍惜 所以大凡人生 而有些钱财 一是钱生种下些福分 不可不知习 而又不可不知用 所以对钱如何珍惜 如何去用 这个是人生的学问 所以接着讲 其半书不舍 就一点点粮食都舍不得 给那本人 这个不是真正习的 应该要多不识的 角色报天 这个报天天物 这个就非用 也不是很好地去用财富 所以接下来提到的这个斗鱼军 他这样子做呢 就是真正会习财 真正会用财 不糟蹋 又能够去布施给人 所以前辈又失运 这古人呢 有一首诗讲 忽闻凭者 此生爱 忽然凭到贫穷的人 在爱好的声音 他饿得不行了 风雨更深 去复来 多少豪家 方夜饮 欢与未许 暂停悲 就是很多人都 饿了 那块死 还有很多人家在豪饮 在吃的 吃喝烂醉的 所以接着讲 结果 奇特欢迎欲言 胜额 复杖 恨 吃到肚子都长了 嘔吐 会计 很多人喝酒喝到 烂醉还挺快 私得少减 捐敌而不忍也 想让他们 神殿下来给人 还是很困难 故有妇人一盘孙 富家的人 吃一盘的食物 足共平仁 七日抱着 他那一盘花的钱 就可以让一个平常人 吃几天 一喜宴 吃一桌菜 足共平仁 终穗 十日 他吃那一桌的菜 可以让贫穷的人 过一年 所以就只一人之下注 称无几何 其实一个人 拿着筷子能吃多少呢 今天他有钱 他吃这一顿 其实他也吃不了多少 然后他家里的人 朋友 用人 把他吃的精光 其实都算在 这个人 他的福报 何如 少存 节省 多做几年 享受 甚至于是 私行 熏行 私迹 都得去不死 以留与子孙定有苦 他去不死了 不如其应得于兵名之中 以为子孙 长久过自己 这是有智慧的 会有钱 几百年过去了 这些圣仙人的家风 还这么兴盛 都是由勤俭传家 而勤俭当中 更重要的是 救人于乞丹当中 人积极极 人力极力 阶级 贫穷 困难 喜 甘爱梅先生 通经 从学慎重了 跟他学习的人很多 其主有为御师者 业之 他的学生里面 有当到御师的大官 来敬见他 刘志传 甘先生 刘他 学生一起吃饭 而且是御师大夫 甘先生 请学生御师大夫 为充滩卖饭而已 吃的是很清淡的时候 因口碧一事与 这个碧啊 顺便趁吃饭的时候 给他 送他一首诗 所以这个不简单 他连吃饭都在教育 厉害 我们曾经认识一个朋友 他刚好有机会 去跟一个大企业家 见面 我心里想 我们这个大企业家 底下 这些有名的餐厅一大堆 今天一见面呢 可能是报现钱 结果时间到的时候呢 他这个大企业家 拿出一个便当 来 两个人吃便当 那心里想 哎呀 怎么穿这么多 这个企业家跟他讲 我基本上 每天都是吃这个便当 人家很接见 而且他心里想 我这个大家庭 是几万个人靠我吃饭 他工作是为了 这几万人的责任 不是为他个人财富的记得 他是活在道义当中的 我们可能都想说 他们都是赚了钱 赶紧去享受的 是这样子 所以甘先生给他学生奖 币一室 葱汤卖饭 软丹甜 卖饭 葱汤也可怜 四项城头高出望 人家寄出国 我已出眼 看看很多地方的人 连米都没有 根本就没出份 还在爱我 所以 你这个 意义很深远 我们生活 狐狐狸的时候 也能够多惯性 这些贫固之人 好 这个是我们情节 释迦能这个主题 告一个段落 我们接着翻开 古文读本 117页 我们前几节课 主要的谈到的是 父持和是孝宝 孩子如何孝顺 父母 孝顺 对我们有恩的长辈 紧接着呢 父子 父母对孩子的慈爱 很重要的是要 教育好下一代 包含 叔叔 伯伯 长辈 也都有教育好 下一代的责任 我们举到 诸葛亮 戒指术 还有 建兄子 严敦 叔 把愿他当叔叔 都是 敬这一份责任 而父母在教育孩子当中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要帮孩子 找好老师 孩子能成就道德 和父母的教导 以至于老师的教育 亲事配合 非常重要 所以以前的为人 父母者 为孩子找老师 那是杀非苦心 所谓千里寻思 就为了给孩子 找好的老师 而在 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当中 也特别总是诗董 在《礼姬学姬》里面讲到 诗无当于不诗 这个老师的角色 并没有算在五诗之中 这个五诗 我们之前在《陈经表》里面提到 《外吾激公》 《抢金青》 就是青人里面分五个层级 《斩吹》 《直吹》 《大麻》 《大公》 《小公》 《司马》 这五个等级 老师的没属于这五诗 但是五诗得不清 但是这五种亲属关系 假如没有老师 这个角色的配合 去教育下一代 孩子不懂道理 这五种亲属关系 也不能够 道义合乎的相处 所谓人不学 不知懂 不知意 要靠老师来教导 而我们这个时代 对于世道的感受 比较不强烈 因为诗者是传道 授业 救火 老师是教育孩子 一生最重要的 助人厨师 解决他人生种种的疑惑 这是老师的感受 而我们这个时代 比较注重知识的传授 道德的部分 没有以前这么注视 而且知识传授之外 又很在乎考试的成绩 其实说坦白话 考试的目的是什么 考试目的是要看学生学得如何 不是来判比达 不是来满足 名跟利达 所以假如都是用功利的心 来传授指示 很难赢得学生大众 内心的尊重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无论 包含世道都比较思维 这个时候 埋怨不得任何人 我们说无论扶持之效 均人沉重 父有别 父义不顺 长幼有虚 朋友有虚 我们在这无论当中 现在不能去责怪任何人 几代人没有学习论地道路 因果教 所以现在人没做好正常 我们没做好不正常 师傅 公不公平 你们这么没反应 学了都要把它扛起来 还有音乐配合 知道这一次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重点 人不学不知道他没学还要求他 我们不叫变苛刻了吗 所以当老师的人绝对不能去埋怨学生 不懂 我们没教小朋友还怪他不懂 父母也不能怪孩子 我们没教他 领导也不能怪孩子 我没教他 军情师这三个角色这么受尊重 同样的他也有很重大的责任 要去敬了 好 所以在世道当中 我们古话常说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因为以前当老师的人呢 他是要开启人的智慧 这个人又智慧了他的一生方向对了 人生辛苦 以至于他世世代代子孙 都有正确的思想 所以值得人尊重吗 好 所以我们接着几篇文章呢 来谈师生欢喜 紧接着父子欢喜来谈师生欢喜 而我们举一篇古代的师生的互动 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代的师动 一百一十七言的左宗义工义士 作者是方鲍 方鲍先生呢 他致灵高 浩旺熙先生 方鲍先生 有旺熙先生文集啊 他是安徽同城 他的文章啊 上归校法十几个汉书 下校坊啊 韩裕欧阳秀 他是同城派的主师 清朝 清朝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主家的宗派 同城派 帝主 也是方东美教授的出现 而这一篇文章呢是方鲍先生 记载了他们一个同乡的忠诚的事情 这个忠诚呢 他的名字呢 他的名字呢是左光东先生 这个忠诚啊 是他时候 人家最封他的名号 宗义 这一个左宫啊 是明朝末年的人 我们了解一下他们的资料 治医治 我们从古人的名字呢 光东啊 那个都是来造世界的 用号治医治 留给世间的就是光明正直啊 真正做到了啊 所以以后给孩子取名字要好好取啊 我们看 教育界对马来西亚贡献最大的 沈穆于老先生 他父亲给他取名字的 就是希望他 效法官语啊 那老人家做到了 仰天地正气 我们到他住的地方 看到他自己写的 莫莽 仰天地正气 法无尽万人 我们拜访他 老人家还陪我们唱了好几条 抗子时候的歌曲 就是作祟一边弹钢琴高声唱啊 真的就是浩人之气 好 他也是明朝同臣 东乡人 他是明神中 三十五年的时候 考上济世 他在朝廷当中啊 非常重镇 不怕呢 这一些很有群世的人 不怕这些见一些小人 而刚好啊 他那个时代啊 宦官当政 宦官就是太监 那时候最有名的是魏忠贤 魏忠贤 魏忠贤 是不是自己好九千岁啊 我这个狂妄都记住了 结果呢 主公啊 主公啊 他就 控告呢 魏忠贤他们乱全 结果 魏忠贤那时候权力很大 反而呼陷主公 接受别人的费赔 就不告他呢 最后就入狱了 在狱中啊 就去世了 这个是这篇文章 当时候的一个时代病情 当然呢 这个魏忠贤 之后啊 在明世中 崇祯二年 就是下一个皇帝上来 因为他恶贯满营啊 最后就 被下一个皇帝了解了 就把魏忠贤给出世了 最后就 这些忠臣呢 就得以 洗刷他们的罪名啊 然后还他们清白 最后 还有追使他为主 我们来看一下文章 左宗义公义士 这个义字呢 是指的 没有在正式里面记载 可能是善事的一些文章 然后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把它整理出来 先君子昌言 这个先君子呢 是指自己的父亲 同故乡 自己同故乡的一个前辈 左宗义公 当时后呢 左宗义士学经济 他那个时候是担任都学官 所以去释迦北京 静交附近来 学子读书的状况 这个激烈就是指静之境的地方 刚好那一天呢 一直风雪严寒 大家现在有没有感觉天气很冷 大家现在有没有感觉天气很冷 读文章一样吃 大家现在回到明朝了没有 有这种心境会开火 我们听故事的时候 故事是故事 我们是我们的领受有限 风雪严寒 从树极出来 这个极就是指 起码 几个人员呢 跟着他一起出去 树极而已 很多人一起去 而且呢 违行住故事 这个违啊 这个违啊 是指的违见者 就是 一般的老百姓 生活不是很好的 穿着都很朴实 然后呢 到一个故事妙去 而他是大官啊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啊 那就代表 微服释法 去了解 学生们的状况 而且 微服释法 比较能够看到真实的状况 乌下一身 死和暗落 这个五字呢 是指正堂 正堂 正堂 正客厅啊 下车的想法 正堂下车的想法 而这一个书生呢 趴在桌上睡着 这个书生呢 是死和暗先生 他那时候才十八岁 左宫那个时候已经四十七岁了 文方成草 面对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 他写的文章 因为要去考公明啊 练习 写文章 刚 写完草稿 刚好 左宫啊 看了他写的文章 公月壁 集结 雕 附身 就把他身上的雕皮衣啊 盖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 为掩护 掩护呢就是去把门窗啊 关好 因为是冬天啊 所以怕他走亮了 我们看 左宫啊 他是有阅历的人 又有智慧的人 而他看了一个书生 写的文章 一定能从 他的文章当中 了解到这个书生的气节 书生的胸怀 书生的指向 文章啊 诗词啊 都是能流露表达一个人的人口 一个人的知识 所以以前写诗叫诗言指 就是把自己的指向 透过诗词表达出来 大家有没有写过一篇 诗法自己指向的诗诗 读一首诗啊 给大家听一下 李秉兰老师先说 未改新常证 全领暗夜人 尽心尽力啊 联名 在暗夜行中 其实就是联名啊 这些没有智慧的众生 全名暗路人 在暗夜里行中 淡灯光照圆 只要能让他们 看得更清楚 不要再迷失人生的方向 不惜之分身 只要能利益到暗路中的人啊 哪怕是 沾烧自己呢 都再说不惜 照料他人 而李老师啊 一生也真的是做到了 在台湾 三十八年 讲学中不中的 而且到97岁的时候呢 老人家还继续讲学 他的学生很多了 几十万呢 就有学生跟他讲 说老师啊 你就让我们去讲就好 你不要这么辛苦 老人家讲 我活着一天啊 大众需要我讲 我就请你去讲 最后 讲学的时候啊 都是几个学生啊 把他人家给扛上讲台上去 所以确实呢 李老师这一首诗啊 能表达 他一心一意啊 帮助大众 转二为三 转一为五 确实是 教人不倦 的欺感 好 我们 看到呢 做工 看了十个法的文章 感觉到这个年轻人呢 不一般 很有使命 很有明珠气节 马上啊 非常的稀采啊 把自己的大衣啊 都脱下来 盖在他的身上 好 接着呢 叩子 十身 叩子 问了一下 寺院里面的 藏主 啊 就 啊 原来就是 这 史公 可法 史可法先生呢 他在那个时代啊 刚好遇上了 明朝末年 流寇 很多 那时候流寇最有名的是 李自成 張 宪宗 这些流寇 他就是奉命了去公交这些流寇 后来还拜南京兵部尚书 那兵部尚书已经算是在军事方面最高的位置了 也确实啊 这些流寇啊 他也 整治得非常 好 但是明朝啊 世俗已经进了 最后清兵南下 史可法先生死守扬州 到最后连 这个尸 尸体都找不到 所以在梅花岭上啊 他那个木啊 是把他的身上的衣服啊 藏在里面 他是壮烈牺牲的 好 而且呢 連清朝的秦隆皇帝啊 都追死 这个史可法叫做正 佩服他的期间 所以 史公呢 在寺院里看到 左宫在寺院里看到 这个史可法先生 后来考试呢 即是 立夫名之史公 就点名点到史可法先生 公 决然 出世 就是 看他很认真的 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 祖公啊 当读学官 他出去看到人才啊 念念都不忘了 为什么看到人才念念完 念念不敢忘江三世纪 不敢忘国家民族 国家民族要能安定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要得 真正有德性的 仙材才行 所以 孟子讲道 为天下得人 正为之神 能够为团体 为国家 不断的发掘人才 培养人才 拯救人才的 人 是真正的 认识之人 他那个认识 不是只为一个人下 是为整个社会国家下 所以孟子这一段话 很有道理 为天下得人 正为之人 这一段话前面 有提到的是 分人以财 为之慧 尽力的 用钱财帮助人 施恩慧必须要 教人以善 能够让人 凌理之后 断恶修善 为之重 忠不是尽心尽力 之处 就是忠 还要能够 善巧的 引导清风好友 转恶为善 这个才叫忠忠 所以弟子会讲的 善相劝 得戒戒 过不归 老良亏 再来读读 孟子这一段话 就很像一段 教人以善 为之重 为天下得人者 为之人 今天假如 你是企业的老板 能够用到一个 完全没有基督性 完全会欣赏 赞叹 赞叹 支持别人 的德行 支持别人的好事 你能用这样的人 那你的团体就用你 他很厚道 他很善良 方一类举 五一群分 就会举很多 跟他有一样 毒量修养的人 过来了 而我们从历史当中 看到像林哲徐先生 范仲岩先生 这一些圣贤的人 他们常常都记录下来 所遇到的这一些官员 随时都记录不关 观察到这个人 有德 记下来 一有机会 马上推荐他们 为国家出土 这时时刻刻 不忘 推荐人才 不忘 报销国家 好 故事讲完了 大家以后在企业里面 随时拿一本书 小口袋书 发现 自己团体里哪一个人 很好啊 记下来 对啊 不然我们故事听完了 那个是国家的官员 我又不是官员 那我们就学呆了 在所有的团体当中 我们都要举仙才 这是对于团体最大的贡献 OK 好 成卷 就是把他写的文章送上来 其面属第一 最后呢 凭 始功啊 第一面 可见 那个时候的国家是非常的经济啊 求贤 如可啊 而且也是 这个主功啊 看着也是很蠢啊 对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 有这么深的一种认识啊 不简单 所以读案眷属 如果行患理由啊 还要能够越人无数 看对的人啊 用对的人啊 对一个国家团体的帮助是非常大 相反的 用错一个人啊 对团体国家的伤害也会非常大 所以招路呢 就是把 可法先生请到家里 失败复留 因为 左宫是主考官 在那个时候呢 考上的 读书人 要以这个主考官为师 有这个缘分 然后去拜师母 老师的太太为师母 结果当下呢 左宫啊 就给她太太讲了 她说 无诸而入入 我的孩子们啊 都一半一半 比较平庸 她是基于我指向 以后啊 来自啊 继承我的志向 继承我的事业的 维持胜盒啊 要靠这一个学生 所以这个指四二字 在中庸里面呢 就要提到 父孝者 能够很好的 继承父母的志向 很好的成就 父母的事业 把父母未完成的志向事业 把她 借着完成 好 这个是孝顺 在历史当中 我们看到的 巫王做功夫 把文王的德行 事业称传下来 发扬广大 他们这个是经到孝了 这个孝字在延伸 我们是英皇之处 我们怎么笑我们 中华民族的出现呢 你们怎么无故地看着我 为往胜 祭绝学 祭人之词 古圣先贤 都是把天下民族 古诗是放在心中的 我们有这一份心 就是祭人之词 祭我们 中华民族 古圣先贤的志向 真心啊 忠永讲的 自成主神啊 自成感通啊 大家现在有没有感觉 头皮妈妈的 你这一颗真心发出来了 祖宗在天之灵 明明中都在忽悠我们 祭人之词 述人之识 而古代的这些学子啊 事奉他自己的老师也当父亲一样的 也把老师的志向 为自己的志向 我们看到孔子的弟子 七十二贤 都是以父子之之啊 为自己的志向 好 所以从这一段话呢 我们感觉到 英雄 喜英雄 和信心相欠 而今天我们 是晚辈啊 假如能得到 长辈这样的 信任赏识啊 我们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不忍让他们失望啊 所以被人信任是动力 绝对不是压力 绝对不是压力 动力是居住 是承担 压力是烦恼 所以要转压力为动力 OK 所以人的修养啊 就在动不动的转念 转成积极向上的念 正念 不要转成烦恼的念 面对所有的信任 都是苦苦自己 都是激励自己 面对另一半的信任 面对孩子的信任 父母的信任 还面对老师的信任 我们都是用这样的态度 其左宫下厂玉 这个厂是明朝特殊的 一个机构 叫东厂 是专门观察那个 魔力的人 其实说实在来是他们魔力 不是人家魔力 但是呢 他们已经弄全了 就搞这个 东厂这样的主持 出来了 那个时候好像叫精一位 就是表里有这些主持人 这个明朝的宦官能够专政啊 说实在的 皇帝不能不见到 你是领导者啊 整个朝廷社会的风景 上行 下向啊 清朝没有这种情况 清朝哪有什么 哪个宦官当成都没有 从这两个朝代我们来比较 清朝是女真人 却重视中华传统 编出了四库曲书啊 所以他历代的皇帝啊 遵从文化 遵从道德 都请这些有读学士的读书人 到皇宫讲解说 尊重读书人 所以他的皇帝各个啊 都是保虚之识啊 早晨三点都就起来读书了 不轻松的啊 所以清朝之识之中啊 没有出一个 卖家之识 但明朝啊 这个开头就看得不好 明朝朱元璋先生 那个大臣呢 很有学士的人讲的话 他不高兴了 在朝廷里当场 把他的裤子脱下来 屏障 打读书人的屁股啊 这么一打 读书人都有奇迹啊 四个杀 不可入啊 你不能侮辱我 你把我杀了都行啊 所以这么一打 都出了寒心 所以位置越高啊 所做的每个动作 影响变得比较大 所以孝敬里面 当国君的人要战战兢兢 奴陵深渊 都无理不平 明太主开的不好的头了 以后他的子孙当皇帝呢 也有大大财大 所以慢慢的 有学士的人都不愿意去当官的时候啊 朝中就被兵里之人 正气不足 反而是那些没学士的宦官当真 那当然就乱了 所以明朝后来的皇帝啊 有道啊 快不识字的都有啊 乱成这个样子 好 所以 刚刚讲这一段的也是提醒了 我们 一个团体啊 要慎于一开始 就像一个朝代 一开始 你是侮辱独书人 还是尊重独书人 你这个朝代的命运啊 就已经注定了 相同的一个家庭 也要慎于一开始 孩子从小你就树立好榜样给他看 还是等到他一二十岁了 都学得不好了 你才来教育他 那个差别就很大 死了 朝夕郁门外 是合法非常着急啊 他的老师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 这个是 这种情况啊 连犯都吃不下 因为在狱中 会遭到什么样的延熏眷法 实在是没法预料 逆烟房食圣烟 这个逆烟就是指这些 好的宦官啊 他们提防的非常的严格 所以家庭不得见 连他们家里的仆人呢 都不能接见 非常的严密 久之过了许久啊 文左宫被炮落 听到消息啊 他的老师被 所以 炮落之行 就是把 贴气 烧火 然后呢 贴在人的身上 捉上 人家的身体 而且这个 而且这个刨落下去啊 整个血肉就磨掉了 旦夕且死 他們 他听到的消息是 老师很可能 早晚 将要死 命在旦夕 此乎是禁 此乎是 两银子啊 提气魔语尽主 就是 非常悲痛的 请求啊 手遇的这个 使兵啊 能够 让他 见他老师一面 主感言 这个使主啊 被他感动 于是 早一天啊 死 跟第一 让司科巴先生 穿上 破旧的衣服 草巨 背 框 巨石 鞋子 穿着草鞋 背着竹框 手 手 藏鞋 手上拿着 这个藏鞋的 石子 垃圾 糞便 的工具 手藏鞋 围出 不截着 就是 卫庄为 卫庄臣 要见 这些 账户的人 就是 算是清洁部 抽津 监狱里面 映入 把他带进去之后 唯一是做公处 这唯一是就是 暗示暗示 主公在的地方 则席地以墙而坐 看到主公 坐在席子 靠着墙 坐在 面额 焦烂 不可变 被炮落之行 啊 伤的 脸跟额头啊 都有 焦烂 不容易分辨出 他的面容 左膝一下 筋骨 筋托 左膝盖一下 筋骨啊 都 行行到 都脱离开来 脱离开来 当然 这个 使公看到这个情况啊 他的情绪啊 没有办法控制 马上嘛 使钱贵暴风 吸了乌液 他抱着自己老师的膝盖 然后乌液 乌液就是因为不敢被人发现 最低声的苦 在那里出气啊 结果 左膏 听到了 声音 分辨出来 辨其声 知道是死公来了 而 他自己的眼睛呢 张不开 而木 不可开了 乌润 眼闭 以指拨指 他马上举起他的手 然后以手指啊 拨开他的眼皮 这个姿是指他的眼眶眼皮 把自己的眼皮撑开来 目光如俊 虽然 他被严谨拷打 但是呢 他的这个精神呢 还是非常清楚 所以目光呢 看得很 目光很明亮呢 看着死公 怒渊 非常生气啊 对学生说 拥奴 就是这样 你这样做实在是太愚昧了 拥奴是指愚人 此何地也 你现在来的这个是什么地方啊 而你来起来 你居然敢来这么危险的地方 国家之士 弥烂之士 国家的大事啊 现在腐败到这样的程度 老夫一役啊 我是酸 这一生晚啊 弥烂要死在狱中了 而你呢 祖父亲生而媚大义 你又 看清自己的生命 而不懂得 国家的大义 而不懂得为国家 留住自己的生命 你这么样的 清帅啊 天下死啊 谁可指出者 假如你真的出意外 又被他们给陷害了 那天下 该由谁来 承担这些大任呢 我们读到这里啊 感觉到 这祖公啊 他受到这么严酷的刑罚 在一般人来讲啊 那已经是痛余生了 但是祖公 完全没有去顾虑到自己的身体的难受 所以这读书人真的是舍身取义啊 不在乎自己受苦 在这样的痛苦当中呢 我们还是念念之想 这个国家的事情 所以当发现 自己的学生来的时候 赶紧啊 提醒他 要以国家为重啊 所以不输去 你假如不赶紧走啊 无视奸人构陷 这个诗啊是等 等到 是公交的 不用等到这些奸人 来 射击陷害你 我现在啊 吴京及菩萨 不如我现在就杀了你 免得他们还在陷害你 说完呢 阴摸地上行谢 就拿着地上这些刑具啊 做投机使 就是要拿这个刑具啊 大使公安 那 使公安就知道老师的意思 使劲不敢发生 静呢就是避孔 不敢出生 因为假如被人发现啊 他的生命就有危险了 驱而出 这个驱是干净的 出于群 其实整个过程呢 我们看到呢 使公 他不畏危险 也要见你 左公一面 这个就可以看出来 他对自己老师的那份情意 可以不畏生死了 去见你 而左公呢 也是在这个当下 提醒了他的学生 要死死以为江山设计 以国家民主为主 也没有顾及自己的痛苦和安危 所以后常流体树起事 之后啊 这个使公常常流着泪啊 把这个事情 在监狱里的事情 告诉 所以说 这个是有缘的人 约啊 无事 废干 皆铁石所组造 我的老师的废干呢 真的像铁石一样 就像铁石组造的 其实这个铁石呢 也是 表现了 他的老师 的那种意志 非常的坚定 然后 以国家姓王为己 自个人啊 死生于痛快 就像林哲学先生那一段话 苟立国家 生不死亿啊 其因获福必去之类 崇祯末末 这个崇祯呢 是明死众末 明朝 最后一个皇帝啊 明死众 那个时候 左宫啊 已经去世了 刘贼张献忠 出末 齐华 前 铜间 这个齐呢 是指湖北 齐村 湖北的齐村 这个地方 春天的村 黄是指湖北的黄岗县 前是指安徽的前山 这个地方 铜就是指安徽铜城 这里用出末啊 就是 这些流寇啊 这些流寇啊 它没有固定的地方 它就是到处流传 湖影湖陷 所以必须啊 守住这一带的地方 它是负责 去 去公交这些流寇 去公交这些流寇 流贼 始公以奉儒道 奉喜手遇 奉喜手遇 那个时候始公的 它的指责啊 是奉世子安徽奉阳县 奉世子安徽 奉世子安徽 奉江县 它是在那里有负责 受遇啊 然后 來 公交这些流寇的 而没有警 没有一些警报 一些违级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则数月不就起 几个月啊 不敢上窗上睡 因为违级啊 有时候可能会千军一方 出状了 使将士根修 他让他的将士呢 轮流修行 而制作 臥墨外 这个臥墨呢 就是他的 群藏 藏墨外 则建筑士的人 选了四个 特别强壮的士兵 令两人 敦居 而备一职 让他们两个人 蹲下来 背靠着背 然后 跟着主公啊 这样互相 靠着 邊守夜 邊休息 肉骨一 折饭 代 这个肉啊 就是 即时的 计算时间的工具 它是一个铜 做的 壶 然后 装满水 然后在这个壶里面呢 放 一个箭 箭上面有刻度 然后这个壶底下呢 有个小孔 装满水之后啊 这个孔就会 一滴一滴水流出来 然后流 比方流多久了 他那个水位就下降 他只要看那把箭上的刻度 他就知道现在是一根天 一镜天呢 一镜天呢 山镜 就可以看出时间来 骨呢 是指 暴石的 那一个 工具 以前有人 半夜的时候暴石键 现在是极根天 所以肉骨一 就是 过了一惊天啊 过了一惊天啊 然后就 换食品 休息 所以都是丝毫啊 不敢松懈 每韩夜起立 在很韩人的夜里啊 起来了 正与衣裳 正与下他的衣服啊 因为他们是打仗啊 穿这些盔甲 甲上冰霜蹦落 那个书夜的时候 可能下着雪啊 但他起来的时候 那个雪都一块一块的 冰霜蹦落 坑然有神 或劝以烧修 士兵劝他呢 稍微啊 要多休息一下 公约 无上恐扶朝廷 下恐溃无死 这也是 祖公的心境啊 他为什么 战战兢兢 他 唯恐啊 对上 有福朝廷的信任 有福人民的福徒啊 对下来无恐 愧对自己的老师 给予他的交代 士公之兵啊 往来通臣 士公负责的这个工作啊 常常会经过通臣 必公造左宫地 他必然亲自啊 到左宫家里 后太公太国齐去 问候 太公太母 士子 老师的父母 中共的父母 问候他们诚心困定啊 然后 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 并且呢 要跪拜他的事物 拜夫人于堂上 我们可以感觉得到 士公啊 确实把他的老师 左宫啊 当做自己父母 一样 父亲一样的孝季 也把 左宫的家人 都当做自己的家人 一样的照顾 我们相信啊 我们相信啊 对于左宫的子孙 这事公也是进行军益的 是出的 好 于忠老 跟我的父亲 相处得很密切 关系很好 为玉中于乃清得之于 士公云 就是 左宫跟士公啊 在玉中的这段话呢 他是从 士公那里啊 很清楚 听到的 好 所以这是一篇呢 方鲍先生 记录他同乡 左光斗先生 的一个故事 而我们看到 这些毒素人 在 国家危难之际啊 确实 都能够 舍己为 就像 文天祥先生 说到的 孔曰成人 奉曰取义 这个都是圣人的教会 为其意境 所以认知 读圣贤书 所学何时 读圣贤的书 到底所学的是什么呢 而经而后 受不及无愧 受不及无愧 这段话是文天祥先生 他要从容就义 慷慨就义前 写的 一个句子 他要被出示 他反而 事实如贵 因为他觉得他精力啊 他无愧于天地啊 无愧于民主 所以这个 忠诚的 忠诚的 这些情节啊 确实 很值得我们后世的学习 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 状况 虽然不是这种国家危难 但是也遇到民主危难了 民主文化成传的危机啊 我们这一代人不传了 可能就断了 那我们就对不起祖先啊 也对不起后代 而 又不用我们 去杀身成人 又不用我们去舍身去义 是吧 都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我们还提不起这种承担啊 那我们就愧对 这些苦生贤贤的风范了 好 所以读完这些文章啊 我们相信孟子讲了 邦今之时 舍果其谁啊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 这个大时代的民主使命 好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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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